專門職員 我們說是車禍樂福 會做的原因是因為有時候看新聞的時候 會看到說交通部都有統計 就是台灣每年車禍的死亡人數 然後有時候會去統計說 車禍的車種是哪一種特別容易發生車禍 那我覺得這些新聞都只能從新聞上看到這樣的結果 那有沒有方法是可以用個網頁 然後讓民眾去了解台灣目前車禍的狀況 那我們就找到說 內政部有個open data 它裡面有車禍的開放資料 我們就下來下來 然後來做了一些初步的統計 那除此之外我們還想說 就是台灣可能發生車禍的時候 有可能是幾個路段設計不良 那有沒有方法用就是去爬資料 然後去分析這些車禍的地點 然後去找說哪些地段頻率特別高 然後有可能那個地方的車禍 路段設計就有問題 所以我們就去下載這個資料 只是我們下來之後發現 呃...資料還蠻多的 只是它沒有經緯度 它都是地址類的 所以我們就要把這些資料拿去Google去問經緯度 可是...呃... 那這樣累積下來的話 我們發現一年全台有24萬筆資料 然後光是台北市的話 就可以從裡面抽出2萬多筆 那從2012到2015 我們做初步的統計之後 發現有6萬筆的資料 那如果把這6萬筆的資料 全部都打在Google Mac上 那我覺得...我們覺得就可以 呃...很...容易的發現說 呃...台北市哪些的路段可能設計的問題 那這次我們呃... 呃...也是做初步的... 判定 哦... 對...那如果...那這次可以放大的 然後發現呃...有幾個路段可能特別紅 那我們把這路段再拿去...呃...Google用街景模式去看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這個路段長得是這樣子 那...那...至少可以去猜說 那可能這邊的...可能...呃... 車輪量比較大 但是路段設計比較窄小 然後去找...呃...台北其他地區 類似這樣...會有這樣問題的地方 那我們在做的時候遇到幾個難題 就是CSV裡面它的地址有時候會有一些逗號 然後一讀詢 然後它就會有發生error 然後還有Google每天只能回答你2500地址 所以...呃... 我們只要大學換IP一直查一直查 然後花了一天才查完6萬多幣 那第三點就是 有些地址比較複雜 像這個如果拿去Google的話 它可能會標記在錯誤的地方 所以... 還有文字上面的...呃...mining這樣子 那...就是這樣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